吴老汉祖传的中医 吴老汉祖传的中医 有时候会到巫后大山里去采药 这一天 他采药回来 忽然飞落一只小野鸡在他面前 开口说起话来 吴医生 别怕 我是这山里的野鸡精 想请你帮个忙 说不怕 那是假的 吴老汉有点啰嗦 小医生 小时候 他可是听爷爷讲过不少有关精灵妖怪的故事 故事的结局 都是人被妖精吃掉 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 但是 吴老汉知道跑是跑不掉的 只得颤抖着问道 请问 我能帮什么忙 除了看病 我什么都不会啊 小野鸡说道 就是请你看病的 你救救我的妈妈吧 麻烦你跟我来 吴老汉跟着小野鸡 来到一处密林里 只见一个树枝搭成的窝里 躺着一只硕大的野鸡 不过样子 尾米不振 吴老汉把它轻轻地翻看了一边 用手指搭在他的胸前 试了视心跳的频率 却是感染风寒 于是从被楼里找了几位草药 挤出枝叶 喂给老野鸡喝下 看着老野鸡的样子 好像好受了一些 小野鸡说道 吴医生 谢谢你 叼起一颗金疙瘩 放到吴老汉的手里 说是给他的医资 吴老汉看了看 这是一颗足齿的颗粒金 值不少钱 他连说不用谢 举手之劳而已 临走时 还说明天再来看看 第二天 吴老汉如约来到这里 给老野鸡看了看 发现病情并没有多大好转 就对小野鸡说道 山里的寒气重 不利于你的母亲养病 我看这样吧 你们搬到我家里来 晚上可以躲避寒气 好起来就快一些 于是 吴老汉抱着老野鸡 带着小野鸡 来到山脚下他的家里 用破棉袄和稻草 建了一个窝 把老野鸡放进窝里 并且给他喂了药业 老野鸡在吴老汉家里养了两天 病情渐渐好转 这一天 吴老汉锁上门 上后山挖草药去了 让小野鸡在家里照看他的母亲 吴老汉挖了一些草药 看看快到中午了 就回家里歇息 等到他回到家里 却发现屋门大开 多天不见的儿子正在喝酒 吴老汉进到屋里 没有发现小野鸡母子俩 看着桌子上的炖肉 急吼吼地问道 你把野鸡杀了吃了 儿子眼睛一翻 吼道 瞎说什么呢 我一开门 野鸡就飞走了 吴老汉急忙跑到后山寻找 在山路上 猛地闪出一名年轻人 拿着一把刀 当兄抓住他 狠声说道 你好毒 竟然骗我们母子到你家 下了毒手 幸亏我跑得快 不然也成了你儿子的盘中餐 吴老汉明白 后生是小野鸡变的 这才知道儿子吃的就是老野鸡的肉 他急忙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 连说对不起 他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小野鸡愤怒地说 要不是我母亲病着 也不会轻易被你儿子抓住 现在我要去杀掉你的儿子 为我母亲偿命 吴老汉急忙跪在地上哀求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老伴去世早 他好不容易将儿子拉着大 虽然儿子好吃懒做吃喝嫖赌 无恶不做 但是好歹是他儿子 饶了他的儿子吧 他宁愿带儿子去死 小野鸡问道 你真的愿意代替你的儿子去死 吴老汉连说是的 小野鸡就说 那好吧 我成全你 说完 一刀劈向他 白光一闪 吴老汉只觉得一阵晕眩 等他清醒过来后 浑身摸了摸 啥也没有 完好如初 他转身往家里赶去 却见儿子倒在地上 慌得他急忙上前探看 心里责怪小野鸡 为什么不放过儿子呢 儿子在他的怀里哼了一声 醒了 原来儿子没有死 吴老汉喜极而泣 可是过了一会 他发现不对劲 儿子变得痴痴呆呆的 吴老汉不由地愣在当地 小野鸡遵守诺言 果然没有要儿子的性命 可是 让儿子变得痴痴呆呆的 与要了他的性命 又有什么两样呢 几百年前 一片崇山峻陵里 住着一名采药人 名叫孟前燃 他能识别各种各样的草药 自然也知道各种草药的药性 治疗一些小毛病 不在话下 这一天 孟前燃腰里系着一根绳子 吊在牙壁上采药 忽然发现牙壁上有一个小洞 洞里握着一只老鹰 这是一个老鹰的窝 要是往常 老鹰看见采药人 往往会受到惊吓 展翅膏飞去 这只老鹰也很惊恐 翅膀扑愣愣地扇着 却飞不走半步 孟前燃仔细一看 原来这只老鹰的一只翅膀折断了 锤在地上拖着 老鹰要是不能飞翔 他还算鹰吗 如果不及时救治 翅膀废了 他的一生就这样废了 孟前燃慈悲心顿起 说道 老鹰 你别慌 我来救你 说吧 伸手去捉他 老鹰猛地啄在他的手上 他躲闪不及 手背上破皮 泛出血丝 疼得他一啰嗦 他稳稳心神 站稳脚步 左手引他来啄 右手猛地捉住他的嘴 左手再抓住他的腿 把他捉出洞外 老鹰还在一个劲地挣扎 孟前燃明白 老鹰的戒心很重 不会那么容易臣服 他用绳子捆住老鹰 把老鹰的嘴也捆上了 不然的话 他发出叫声 召唤来同伴 孟前燃就危险了 孟前燃把老鹰放进背楼里 急急忙忙地攀上崖顶 药也不踩了 回家去了 到了家里 他把老鹰松绑 用布袋把他的头蒙住 开始检查他的翅膀 翅膀上的伤口已经溃烂化浓 他用剪子剪掉伤口附近的毛 将腐肉弯去 接上骨头 敷上草药 用竹条固定 然后把布袋拿掉 老鹰最开始对孟前燃保持着戒心 只要他走近 老鹰就昂头保护着自己 那张铁嘴随时都可能啄过来 喂养了几天后 老鹰才慢慢地接受他 他给老鹰换过几次药 伤口慢慢复原了 但是老鹰还不能飞翔 老鹰一直在练习飞翔 过了三个多月 终于可以翱翔蓝天了 这一天 他对着孟前燃鸣叫一声 算是道别 然后冲向天空 慢慢地消失在天际 不过 老鹰并没有远离孟前燃 每当他上山踩药时 头顶上总会出现老鹰的身影 就像一个卫士一样 保护着他 有时候 老鹰会落在不远处 静静地看着他 有一次 孟前燃笑着对老鹰说 喂 你就是我的护卫 以后叫你鹰护卫 好不好 老鹰当然无法发声回应他 时间不紧不慢地过着 一转眼 又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 也是挖野餐的好时候 山下的无缘外 找到孟前燃 说他的儿子得了重病 求孟前燃帮忙挖一株野餐 野餐只有野狼牙上有 可是野狼牙上活跃着野狼 很危险 他平时轻易不上去的 无缘外苦苦哀求 救人要紧 孟前燃心一软 只得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孟前燃准备妥当 上到野狼牙采药 到了中午时分 他终于挖了一株野餐 放进被楼里 赶快下山 突然 山林里窜出无匹野狼 将他包围 情势万分危急 孟前燃心里嘀咕 今天的点子真贝 怎么会遇上狼群 孟前燃只得拿出刀 准备拼死一战 他知道这次凶多吉少 无论如何 他是没办法 赢过无匹野狼的 野狼发起了攻击 孟前燃挥刀反击 他一刀劈向前面的野狼 那匹野狼躲闪开 可是他却无法顾及 后面扑上来的野狼 突然 天空中 响起一声响亮的鸣叫 一道黑影 闪电一样 冲了下来 后面攻击的野狼 发出一声惨叫 是那只老鹰 一人一鹰 和五匹狼展开了搏斗 老鹰奋不顾身 孟前燃也挥刀猛砍 半个时辰后 倒下四匹野狼 剩下一匹野狼 落荒而逃 此时 老鹰浑身是血 已经飞不起来了 脚步亮枪 孟前燃的左腿 也被咬下一块肉 他抱起老鹰 忍痛往山下飞快地跑去 到了家 他顾不得自己的伤 先给老鹰治伤 但是老鹰被咬破了肚子 内脏伤得厉害 最终不治身亡 孟前燃嚎啕大哭 后来 他把老鹰葬在屋后不远处 竖了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鹰护卫之墓 每逢闲暇之时 他都会到老鹰的坟旁坐一坐 就这样 静静地坐着 这篇聊斋故事的主人公杨大红 历史上却有欺人 而且是名声响亮 很有骨气的文人 他是名末著名的建臣 东林六君子之一 1624年 他上书弹劾大太监魏忠贤 得到另一位名臣左光斗的支持 两人被石人和称为杨左 第二年 杨大红被迫害致死 一直到1628年 最终获得平反 杨大红身受老百姓的爱戴 当地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传说 这篇故事里 神仙之所以在梦中提醒杨大红 是因为道人来点化他 想让他跟着出家修仙 无奈 杨大红的沉心太重 尽管神仙在梦中提醒他 钱财抛向江中莫叹息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面露不舍之色 这也不怪他 因为银子是亲朋好友凑的 也正因为杨大红的沉心太重 他才会心中装得下黎民百姓和江山设计 才会敢于与奸臣 敢于誓死如归 话说明朝时期 湖北英山有一个书生叫做杨连 自大红 后来官至左赴都御史 在他还没有当官以前 还是一届书生的时候 名声就已经很响亮 为此 杨大红也常常自命不凡 自以为科举之路会一帆风顺 考试都是手到擒来之事 这一年 杨大红参加了科考 自我感觉相当良好 回家安心地等着好消息 这一天 他正吃着饭 忽然听见街上锣鼓喧天 好不热闹 家人跑进来说 是报喜的队伍 杨大红口里含着一口饭 慌忙跑出来问送喜报的人 名单里有没有姓杨的 回说没有 杨大红的心情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 一口饭吞下去 到了胸阁那里噎住了 就此落下了毛病 怎么也医治不好 很是痛苦 大家都为他感到惋惜 奉劝他不要心灰意冷 赶快去省城里参加路仪考试 杨大红苦于没有盘缠 犹豫不决 众人就凑了十两银子 给他做盘缠之资 杨大红才勉强上路了 到了晚上 杨大红找了一家小旅馆里住下 夜里做了一个梦 有个人对他说 前面的路上 你会遇到一个人 这个人能治好你的病 不过 这人不好说话 你得苦苦地哀求他 那人离开时 还留下一首诗 别的都忘记了 杨大红只记得其中两句是 江边柳下三弄笛 抛向江中莫叹息 第二天的路上 杨大红果然遇见一个道人 坐在江岸边的柳树下面 不由地想起了那句诗 其中就有柳树 他心下明白 这个道人就是能治好他的病的人 于是上前叩拜行礼 恳请道人给他治病 道人呵呵一笑 说道 你找错人了 我哪里会治病呢 不过 我最拿手的是吹笛子 为你吹三支美妙的曲子 倒是可以的 于是 道人拿出笛子 吹奏起来 这种情景 越发与梦中的诗句吻合 杨大红认定 道士就是能够医治他的病的人 掏出所有的银两 恭恭敬敬地递给道人 苦苦哀求他给治病 道人一脸不屑 结果银子扔到江中 随水消失不见 这些银子可是别人给凑的 得之不易 杨大红很心疼 脸上不由地表现了出来 道士说道 爱 看来你内心不淡定 俗气未脱 不要紧 银子还在江边 你自己去捡回来吧 杨大红跑到江边一看 银子果然在 很是惊奇 口中称呼道人为神仙 再次恳求他给治病 道人呵呵笑道 我哪里是神仙 真正的神仙来了 快看 就在那里 趁着杨大红扭头去看 道人用力一掌拍在他的脖子上 杨大红瘦疼 张嘴啊了一声 喉咙里一阵响动 吐出一块东西 杨大红捡起来一看 就是他当初没有咽下去的一口饭 外面裹着一些血丝 他顿时如释重负 浑身轻松 噎病就此好了 杨大红回头找到人称谢 却发现 只有杨柳丝条随着微风挑荡 哪里还有道人的踪影 这篇故事的文末 蒲松灵老先生的点评十分到位 功生为和月 梅为日兴 何必长生乃为不死灾 或以未能免俗 不作天仙 因而未功道息 余为天上多亿仙人 不如世上多亿圣贤 谢者必不亦语说之滇也 好多人为杨大红失去了一次成为神仙的机会 而惋惜不已 其实当了神仙长生不老又如何 不如当一名圣贤 永永远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活在历史里永垂不朽 历史的发展与推动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思想上的进步 并非是神仙们出力献策 都是得益于历朝历代的仙贤们的贡献 神仙们都是虚无缥缈的存在 而杨大红们 有血有肉形象饱满的活在历史的记忆里 在此 为中华历史上的仙贤们点赞 小灵是山里姑娘 从小干农活 导致身体长得五大三粗的 二十六七岁了 还没有男朋友 总觉得低人一等 人前人后 抬不起头来 后来 好不容易谈了一个大了十几岁的男朋友 小灵格外珍惜 尽管男朋友有过婚时 长得也不帅 但是小灵不以为意 竭尽所能地对他好 想和他步入婚姻的殿堂 好好地过日子 可是 男朋友最终和他分手了 小灵哭着问 是不是嫌他长得丑 男朋友却说 在一起过日子 长相差一点没关系 关键是 小灵没有女人位 小灵确实不懂 什么叫做女人位 长得又丑 又没有女人位 小灵觉得活着没有希望了 就跑到屋后的老鹰牙上 准备跳下去一了百了 可是 他又不甘心 这么年纪轻轻地 就失去生命 于是 坐在老鹰牙边 哭了起来 越哭越伤心 真正是肝肠寸断 伤心欲绝 这时 忽然听见身后响起声音 哎 看你哭得怪可怜的 我帮你一把吧 小灵回头一看 只见鸡米开外 站着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 她急忙止住哭 问怎么帮她 老婆婆讲 她有一粒药丸 喝下去后 不但会变得漂亮 还会变得非常有女人味 但是 做人切不可太贪 好好地找一个喜欢自己的老公过日子就行了 不能以色害人 不然的话 就会受到惩罚 老婆婆要小灵对天发誓 小灵发过誓后 老婆婆拿出一粒金黄色的药丸 让小灵吞服 回去后 小灵就感觉身体在起变化 过了几天 她一照镜子 发现自己变得光彩夺人 虽然样貌还是她的样子 但是皮肤变白变嫩 五官变得精致迷人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小灵发现身材变得苗条了 她曾经花了很大力气 想了很多办法 也没有减下来的肥 现在居然轻而易举地减下来了 小灵不由地心花怒放 由于变得漂亮了 小灵去了城里打工 不久 就找到了心仪的男朋友 而且在交往中 小灵发现自己会笑了 会说话了 还会抛媚眼了 这可是原来都没有过的 学也学不会的 可是 让小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原先她是一棵草 现在却成为一个宝 好多男人都在追求她 其中不乏成功的男人 这一下 让小灵花了眼 她和男友分了手 换了一个又一个男朋友 让她苦恼的是 似乎这个世界上 永远都有让她心动的男人 不断地冒出来 慢慢地 小灵变得势利起来 开始和那些追求她的男人逢场作戏 捞取钱财 不再相信爱情 她的爱情观得到了改变 她想 反正她有漂亮的资本 不如好好挥霍一下 等到完够了 她再找一个老实男人结婚算了 最近 小灵掉了一个老男人 从她手里索取了不少钱财 反正男人沉迷于她的美貌 沉沦于她的温柔乡里 沉醉于她的狐媚之树里 已经不能自拔 这一天晚上 两人正在一起 屋里忽然多了一个人 是老婆婆 男人跳起来 惊问她是谁 老婆婆冷笑一声 说道 你不用知道 我是谁 我是来拯救你的 她手掌 往男人面前一横 上面出现一个又胖又丑的女人 男人一阵恶心 惊问是谁 老婆婆一指小灵 说就是她原来的样子 男人不信 老婆婆的手掌摇了一摇 上面出现了当初在老鹰牙上她正要的情景 男人问道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老婆婆说道 为了让你醒醒 不至于家破人亡 她的手掌又晃了一晃 上面出现一名女人 正在家里哀哀地哭着 旁边放着一瓶毒药 老婆婆痛心地说道 你的老婆已经知道 你在外偷情 再晚一步 你的老婆就服毒没救了 男人惊慌失色地跑了 老婆婆对小灵叹口气 说道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骂我们狐类是狐狸精 实在是冤枉 其实 真正的狐狸精 就是你们这些贪慕虚荣的女人 我们一直在替你们背锅 说完 她的手一晃 小灵的嘴不由地张开 一粒金黄色的药丸 飞到老婆婆的手上 老婆婆讲 当初可怜小灵 就给了她一粒仙丹 这是她修炼的真缘 为此她不惜少了一百年的功力 可是 小灵的表现让她失望 老婆婆化成一只狐狸 让窗外一跳 消失了 小灵低头一看 她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又胖又丑 夜空里 传来一声惨叫 那是小灵绝望的声音 很久以前 财主五牛人把女儿送给巡抚做小妾 从而靠上了官府这棵大树 俗话说 树大好成粮 五牛人的家产成倍数增长 他开始大兴土木 建造五家大祠堂 极尽排场 这也是一种光宗耀祖的方式 工匠头旁无期召集尼瓦匠和木匠 承揽了这个工程 和五牛人谈好工钱后 则日动工 但是五牛人这人太小气 按照行规 他必须招待工匠们的一日三餐 他确实也管饭 就是饭菜的质量不太好 五牛人偷奸耍滑 那时候 大户人家都有粮仓 存着粮食防止灾年 但是保存技术有限 粮食保存时间长了 会发霉变质 五牛人家里就有很多沉迷 他趁机把家里存了两年以上的沉迷 煮给工匠们吃 这种米 要多难吃就有多难吃 而且菜肴里根本就不见肉腥 全是菜园子里现成的 以及腌菜泡菜 干体力活的人 没有荤菜补充体力怎么行 大家不免怨声四起 庞无期劝解说 大家忍一忍吧 饭菜的好坏 没法在协议里写的具体 他可以偷奸耍滑 我们却不能不保证质量 毕竟我们要靠名声吃饭 有人质疑说 五牛人如此狡猾 他会不会仰仗巡抚的官威 客扣工钱 庞无期兄有成竹地说 但请放心 我自有分寸 只要大家按时完工 我保证大家都能拿到工钱 庞无期是木匠出身 而祠堂的主建筑 以木制结构为主 他亲自带领徒弟们修建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转眼间 工程完工 五牛人验收的时候 横挑鼻子树挑眼 鸡蛋里挑骨头 最终克扣了一半工钱 庞无期据理力争 五牛人耍横说 你要不服 公堂上见 他这是在拿寻斧施压 庞无期笑着说 那倒不必了 不过 你以后会来找我的 转眼间 一个多月过去 这一天 老天刮起了风下起了雨 五家祠堂的屋顶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接着随着风声 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摇晃起来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倒塌 五牛人大惊失色 慌忙派人去把庞无期喊来 庞无期笑笑说 此乃小事一桩 工钱没有结清 工程还没有收尾 五牛人明白 找了庞无期的圈套 他们留了一手 五牛人转动着小眼睛 说道 工钱好说 你先把屋顶摆置好 再说 庞无期说道 先给工钱 再摆置屋顶 我不想再上当了 五牛人当即变脸 贺令家仆 把庞无期抓起来 扭送到县衙 县令当然清楚 五牛人的身份 偏向五牛人 把庞无期打了二十大板 贺令他把五家祠堂的屋顶摆置好 庞无期不从 县令就下令 把所有参加建筑的 尼瓦将和木将们 抓到大堂上拷打 大堂上哀声一片 庞无期哀叹一声说道 罢了 县太爷 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 我去把屋顶摆置好 你放了他们吧 县令放了其他人 贺令差役 带着庞无期到了五家祠堂 庞无期拿过一把锤子 搬来长梯 在大梁的两侧网上 使劲敲打了两锤 屋顶突然不摇晃了 这一招 本来是木匠行当里防止主家不讲信用 留的一手 利用毛损结构的原理 当初上大梁时 没有咬合上 故此受到外力的挤压时 会发出响声 摇摇晃晃 以此迫使主家算清工钱 如今敲上一锤 毛损咬合上了 一切正常了 想不到五牛人的靠山太硬 不吃这一套 告到官府 庞无期不但把屋顶摆置好了 工钱没有要到 而且被宪令判了三年牢狱 五牛人记恨在心 悄悄买通狱卒 将庞无期害死在监狱里 庞无期的家人 吓得搬到外省 躲起来了 转眼到了清明节 五牛人召集五家族人 大肆祭奠先祖 族人们到齐后 五牛人摆上祭品 宿念祭文 然后带着族人们跪拜祖先 一时间古月喧天 礼炮齐鸣 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炮 而是像大炮一样的大礼炮 放起来震天动地 乌雨摇晃 五牛人绝不会放过任何炫耀的机会 这时 呼听得哗啦啦一连串的响亮 大梁掉下 祠堂倒塌 五家族人大部分受伤 五牛人因为跪在最前面 那根大梁 正好砸在他的头上 当场死亡 原来 庞无七仍然留了一手 本来只需要敲一锤就够了 但是他使劲多敲了一锤 导致毛损结构咬合过度 大梁崩得太紧 礼炮的震动力太大 导致大梁崩不住了 突然脱落 这就是心狠手辣的 小气鬼的下场 五牛人家大业大 不缺这一点钱 可他偏偏贪小利 害死了庞无七 最终自食苦果 唐高宗年间 有一个名叫软小石的百度船夫 在河滩上捉到一只老鳖 老鳖墨盘大小 身上的壳呈金黄色 估计有一百多岁了 软小石大喜 据传说 吃了这种上了年岁的甲鱼 可以延年益寿 软小石自言自语地说 这么好的菜 怎么这也得喝上一坛酒 不过是红烧好呢 还是清蒸好呢 老鳖忽然说道 清蒸好 原汁原味 软小石吓了一跳 跑了几步 又走回来 问道 你已经成了精 为何让我捉住了 难道不怕死吗 老鳖哈哈一笑 讲了起来 原来 他已经一千岁了 被龙王封为和后 这条大河 就是他的属地 但是 最近来了妖怪 打败了他 占据了这条大河 他的身上 被妖怪种下法咒 法力施展不开 每天遭受万箭穿心之苦 老鳖说 与其痛不欲生 不如被你吃了 也是一种解脱 不过 你要是善心大发 放了我 我自然万分感激 软小石是个普通人 既善良又小气 他本想放了老憋 却又舍不得延年益寿的机会 于是 他折下一根树枝 开始揪上面的树叶 嘴里念叨着 吃和不吃 到了最后一片树叶 却是吃 软小石 兴高采烈地说 这是天意 怪不得我 他跳上船 拿来菜刀 就要宰杀老憋 但是 他的心里 又生出怜悯来 觉得杀了这只千年老憋 有伤天德 他犹豫了好一会 忽然扔下菜刀 说道 罢了 我有些不忍心 还是放生你吧 于是解开了绳索 老憋大笑着说 你心肠不坏 我送你一笔财富吧 他靠近软小石 立起来 伸出前掌 在软小石的 右手腕上滑拉了一下 软小石的手腕上 长出一个小疙瘩 老憋说 我给你开了天眼 能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能听到平常看不到的话语 说完 就爬进河水里 消失不见了 软小石眨巴眨巴眼 也没有发现特别之处 不以为意 继续过着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日子 靠着百度 混口饭吃 这一天 忽然来了县衙里的官差 通知所有的传户 三天后争为官用 原来 天官奉高宗旨意 到泰山祭拜 从此处过河 传户们接到通知后 原地待命 这几天不准外出 当天晚上 月白风清 软小石睡在船头上 忽然看见河水分开 出来两个白胡子老汉 一个穿着白衣 一个穿着青衣 两人来到河滩上 白衣老汉说道 夜晚如此美好 我俩下一盘起取乐吧 青衣老汉赞同 于是白衣老汉朝河中喊道 徒儿 拿起来 不一会 河水分开 出来一个童子 在沙滩上铺上凉席 摆下棋盘 两位老汉坐下 青衣老汉说道 谁要是赢了 谁就吃天官的肉 获得天官携带的珠宝 白衣老汉同意了 两人下起围棋来 过了不久 白衣老汉认输 站起来走进河水里 青衣老汉踩着河水 在河上溜达了一会 也没入水中 第二天中午 官差来通知 天官的队伍已经到了 明天一大早 天官来渡河 软小时把官差拉到一旁 讲了昨晚所见所闻 官差大吃一惊 回到县城 来到驿馆 禀告了天官 县令建议绕道 天官不同意 绕道而行 会当个行程 岂不有负圣旺 县令想了想 说道 叶天师 云游到此 在山顶道罐里挂单 不妨去请他来除邀 天官大喜 派人去请 叶天师 连夜赶道 天亮后 天官的队伍来到河边 上了船 船到河心 忽然刮起一阵怪风 鼓起惊天波涛 叶天师竖起左手中指 口中念念有词 拾起天雷咒 右手的扶尘 往河中一挥 依次响起炸雷 城直线飞向远方 在水中一连串的炸响 很快 风停浪静 天官的队伍走后 船夫们在河边草丛里 发现了一条大青蛇 即是丈长 身上长满鳞片 头部被炸得稀烂 因为阮小时有功 天官让县令奖赏 给他五百两银子 当天晚上 阮小时坐在草棚里 喝酒庆贺 忽然从河里浮出老鳖 变成一个书生模样 上来和他对饮 老鳖对他说 就是青蛇腰占据了他的地盘 如今青蛇腰被除 他身上的法咒也被解除 法力已经恢复 为了感谢阮小时 他保佑阮小时在河上百度 一辈子太平无事 临走时 他收回了阮小时的天眼 手里有了钱 阮小时在河边建造了几间屋 娶妻生子 过起了幸福的日子 很久以前 有一个名叫乌求贤的书生 喜欢花草树木 最喜欢牡丹 但凡听见哪里有牡丹明花 不远千里 定要去观赏一番 常常流连忘返 这一年 有个文友说起洛阳牡丹甲天下 并吟诵了白居易的诗词 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成之人皆若狂 让乌求贤十分向往 从此心中留下一个结 总想去洛阳观赏牡丹花开 可是 家乡离洛阳何止千里 他一个贫穷的书生 去洛阳简直是一种奢望 他盘算来盘算去 最终决定卖掉田产 典当家具 凑齐了八十两银子 徒步去洛阳 一路上参风露宿 好不容易到了洛阳 恰好赶上牡丹的花期 他在一家客栈里住下 向掌柜打听 何处的牡丹最漂亮 掌柜告诉他 退养在家的米学时 也喜欢牡丹 专门在后花园里 试弄各种牡丹 他家的牡丹甲洛阳 吴求贤大喜 询问到米学时家里 向门房递上鸣帖 不一会 守门人出来说 我家学时老爷说了 你既然是读书人 要想观赏牡丹 必须写一篇牡丹副 学时老爷满意了 才会让你进去观赏 吴求贤当即找到路边店铺 花钱买来纸张 借来笔墨 奋笔集书 不一会就写下一篇牡丹副 门房拿进去 过了不久 引他进去拜见米学时 米学时满脸笑容地迎出来 说道 先生大才 真心爱牡丹 值得观赏我家后花园的牡丹画 于是带着吴求贤 到了后花园 观赏牡丹 后花园的牡丹品种很多 正在怒放 令人目不暇接 其中一株牡丹花红白相间 开得格外艳丽 引人注目 米学时笑着说 这是后花园的镇园之宝 也是整个洛阳最美丽的牡丹 我给他取名花蕊仙子 两人欣赏完所有牡丹花 乌求贤告辞 米学时吩咐门房 只要乌求贤来观赏牡丹花 不必阻拦 任他来去后花园 一连十几天 乌求贤都会到米府后花园观赏花蕊仙子 对着他吟诗作父 恋恋不舍 这一天 他在花蕊仙子面前沉思 不由地浮想联翩 要是花蕊仙子能够现身 与他会上一面 岂不美哉 等到乌求贤从沉思里醒来 天色已晚 米府后花园的大门已经锁上 他不以为意 心中暗喜 正好可以在花蕊仙子旁边露宿 与他为伴 到了三更天 花前突然出现一名美艳无双的女子 对乌求贤说道 郎君爱慕牡丹花如此痴迷 令小女子很是感动 故此满足愿望 出来相见 得知女子就是花蕊仙子 乌求贤大喜 急忙叩拜 两人在花前月下谈论诗词歌赋 非常投机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眼看天色快亮了 花蕊仙子告辞 乌求贤急忙拉着他的手说 我们还有相见的机会吗 花蕊仙子笑着说 你我有夫妻之缘 你折下一只花朵 带着回家 到了家里 对着花枝连喊三声 我的名字 我就会出来与你相见 切记 半路上不能呼喊我的名字 说完 就不见了 天光大亮后 乌求贤赶紧折下一只花 小心翼翼地放进袖子里 出了迷腐后花园 直奔客栈 收拾行装 启程回家 一路上风雨兼程 吃了不少苦头 每一天晚上 他都要拿出花枝观看 只见他娇艳欲滴 毫无枯萎之态 到了家后 乌求贤赶紧拿出花枝 对着他连喊三声花蕊仙子 话音刚落 花枝变成了花蕊仙子 亭亭玉立在面前 两人结为夫妻 过起了日子 乌家乌后有很大一片空地 花蕊仙子便撒上种子 到了第二年四五月间 后园里各种各样的牡丹盛开 引来人们观看 争相购买 乌求贤反对卖花 既然爱花如命 岂能忍心去卖 就像喜欢狗 怎能忍心去吃狗肉 花蕊仙子笑着说 你真是一个迂腐的读书人 爱花和爱狗 根本就是两回事 他解释 牡丹的花期不长 它的绽放 就是展现它的美丽 让更多的人 欣赏它的美丽 何乐而不为 卖花也是爱花的一种表现 无论花蕊仙子怎么解释 乌求贤也不赞同他的观点 他认为 既然爱花 就要像守护生命一样 守护它 呵护它 岂能拿它来牟利 但是 他虽然不赞同花蕊仙子的观点 却不阻止他卖花 听之认之 不到三年 乌家渐渐富裕起来 过了一年 花蕊仙子生了一个男孩 转眼间 男孩已经四岁了 因为卖花 乌家积攒了不少银子 花蕊仙子都用来购置良田 这一天 花蕊仙子说 你爱花如命 不惜变卖家产看花 故此我来帮你兴家 但是我名列仙籍 不可离开太久 如今孩儿也四岁了 你可以独立抚养 我要回天庭去了 说完 不顾乌求贤和孩子的挽留 走出家门 瞬间不见 乌家从此后不再卖花 但是乌后的牡丹 可以让人免费观赏 乌求贤一直活到八十岁才离去 埋在后山 安葬好后 人们离去时 忽然发现来了一名漂亮的女子 站在坟前祭奠 幽呼不见 到了来年 乌求贤的坟前长出一株高大的牡丹 开得非常鲜艳 人们称之为花蕊仙子 人类常常被教育 要懂得感恩 要知恩图报 可见人类的天性里 没有这种东西 需要在生活里被灌输这种思想 在价值体系里重新构建 可是 动物们没有被教育 却天生懂得知恩图报 真是神奇 故事后 杨子江边有一个谣传为生的船夫 名叫水才来 这一天 他摇着小船送了两位客商到了对岸 回来的时候 忽然浪花翻涌 冒出一只杨子鳄 那个时候 江边的人们称呼鳄鱼为猪婆龙 对他竟如神明 水才来 普通跪在船头 叩头作一说 龙大哥 我上有老母 下有孙子 全家都靠我百度讨生活 你可千万别冲我发怒 船夫们最怕遇到鳄鱼发怒 一旦他腥风作浪 往往船毁人亡 葬身鳄鱼口中 可是 鳄鱼并没有发怒 只是把头放在船头 嘴巴张开 鳄鱼是冷血动物 他的面部表情僵硬 看不出喜怒哀乐 他的眼睛永远透出冷酷的光 看不出感情变化 水才来不明所以 狐疑地问道 龙大哥 你有什么吩咐 小弟就是上刀山下活海 也在所不辞 鳄鱼要是会说话 还不把水才来吓死 可是 鳄鱼不说话 水才来实在不明白鳄鱼的要求啊 他见鳄鱼 一直把嘴巴张得很大 好生纳闷 慢慢凑近 身头往里面一看 忽然明白过来 原来鳄鱼的嘴巴里 靠近喉咙的地方 横着一根小木头 水才来说道 龙大哥 我可以帮你拿出小木头 但是你千万要忍住 别把嘴合拢了 我瘦弱的小胳膊 可禁不住你的牙齿撕咬 他把手伸进鳄鱼嘴里 发现小木头卡得很紧 费了很大的劲 才将小木头拔出来 小木头要是这么一直卡在鳄鱼的喉咙处 他非饿死不可 水才来拿着小木头看了看 发现它是琵琶上的弦肘 这才想起 前几天一艘大船沉没于江中 船上有好几个歌女找不到尸首 原来被鳄鱼吃掉了 这时 水才来低头一看 发现鳄鱼不见了 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 水才来嘀咕道 真是忘恩负义的东西 走的时候 连个招呼也不打 忽然 不远处涌出一个大水花 鳄鱼的头冒出来后 又瞬间沉没下去 水才来不由地大惊失色 吐了吐舌头 说道 乖乖 他能听见 看来不能背后说他坏话 水才来驾船靠岸 回到家中 把刚才的奇遇对家人讲了 大家无不嘖嘖称奇 这以后 水才来再也没有遇见这只鳄鱼 其实 不遇见是好事 鳄鱼又不是什么吉祥物 遇见了搞不好会出祸事 跑船的人 对这种东西 避之唯恐不及 转眼五年过去 这一年的夏季 突发洪涝灾害 江水漫过低岸 到处都是水 船夫们没法跑船了 纷纷站在岸边 从江水里打捞财物 上游好多村庄被淹 好多财物顺流而下 不少人 站在岸边潜水里看热闹 水才来五岁的小孙子小宝 也在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中 突然 一个浪花打来 小宝被卷入江水里 瞬间没有了踪影 水才来急得哭天喊地 想将水里冲去 想救出小宝 被身边的人死死地拉住 江水这么湍急 下去等于找死 不但就不回小宝 还白搭上自己的性命 这时奇迹出现了 小宝浮出江面 向岸边飘来 把人们都看待了 等到到了岸边 人们这才看清 原来是一只鳄鱼 用嘴巴叼着小宝 举出水面 水才来一把拉过小宝 跪在地上冲鳄鱼叩头 大声说 感谢龙大哥搭救之恩 鳄鱼引没于江水里 在人们的印象里 鳄鱼是个吃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人见人怕 想不到他也懂得知恩图报 一时间传为佳话 明朝成化年间 小山村里住着一户姓房的人家 两兄弟都已成家 和老母亲城市住在一起 山里人没有文化 当初儿子出生的时候 房老头土简单 按照排行随意取了名字 老大叫做房一 娶妻柳氏 夫妻二人老实 八娇 屋里的脏活泪活 都是他俩干 而且柳氏还负责做饭 老二名叫房二 从小被城市宠坏了 养成了好吃懒做挑三拣四的毛病 偏偏她的老婆杨氏 也是一个横挑鼻子竖挑眼 势力刻薄的女人 夫妻俩活干得少 脾气却很大 常常抱怨这不好那不行 有时候还抱怨柳氏饭做得不好吃 怀疑家里的伙食费被柳氏私吞了 总是弄一些粗茶淡饭敷衍他们 城市建房一夫妻俩太委屈 有时候会站出来帮他们说话 每当此时 杨氏横眉冷对 抱怨婆婆向着柳氏 话语极其难听 房二则拍着桌子吼叫 甚至摔碗杂盆 城市建房二夫妻俩实在不像话 便做主让他们分家 可是 这家也不是好分的 房二夫妻俩吵闹着 既要好田 也要好房 不然就不同意分家 城市本想主持公道 无奈他的活起不了作用 后来 房一夫妻俩做了很大的让步 才把家分完 房二要了三间正屋 要了十亩 靠着河边的肥沃的良田 霸占了唯一的一头羹牛 房一只得住在偏屋里 要了偏远的八亩猎田 没有羹牛 农忙时 柳氏回娘家 借牛羹田 兄弟俩分了家 城市轮流到两兄弟家里养老 第二年轮到房二时 杨氏不待见婆婆 整天指桑骂怀 有时候还不给饭城市吃 城市实在忍受不了 找到房二哭诉 让他管教一下老婆 反倒被房二喝斥了一顿 城市一气之下 跑到宴堂里跳水自杀 被洗菜的柳氏看见 喊来房一把他救了上来 从此后 城市跟着房一夫妻俩过活 房一夫妻俩不要房二出一文钱 房二夫妻俩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隔三差五地 厨房里飘出肉香 房二喜欢喝酒 常常把堂乙搬到院子里 他躺在堂乙上 悠然自得地喝着酒 房二家里越来越富足 眼光高了起来 看不起人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年 这一天 杨氏嘲笑邻居的老婆穿衣 没有品位 两人争吵起来 杨氏灵牙立嘴 占了上风 羞辱的邻居的老婆 哭哭啼啼跑回家里 杨氏还不罢休 堵在邻居家门口大骂不已 到了半夜里 邻居的老婆 跑到房二的门前上吊自杀了 邻居告到县衙 县令把杨氏居到公堂上用行 然后投入监狱 房二赶紧去打点 县令很贪婪 房二拿出全部积蓄 还借了二百两银子的外债 才将杨氏弄出来 经过此番折腾 房二的家境衰败了 还得挣钱还债 而房一经过几年艰苦奋斗 已经建造了新房 搬到村头居住了 当然早就买了羹牛了 到了年底 房一杀了一头大年猪 送来一大块肉和一个猪腿 晚上 房二夫妻俩吃了炖猪腿后 躺在床上嘀咕起来 这夫妻俩不是良善之辈 如今建房一过得比他们好 心态不平衡 两人数落起房一的不适之处 正所谓罪毒妇人心 杨氏说道 干脆你半夜里点起一把火 把他家的新房子烧了 房二也认为这样做解恨 便硬承下来 到了半夜里 杨氏寒醒房二 房二穿好衣服 忽然听见窗外传来一声重重的叹息声 他一惊 贺问是谁 打开门冲出屋外 只见清冷的月光下 一个老汉在前面走着 看背影 很像父亲房老汉的身影 可是 父亲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房二想追上去 看个究竟 却怎么也追不上老头 他快 老头也快 他慢 老头也慢 房二非得要看清这老头到底是谁 一直在后面追着 后来 老头上了山 走到半山腰上 老头钻进了坟墓里 房二愣住了 这是他父亲房老汉的坟墓 他吓得转身就跑 这以后 房二夫妻俩再也不敢起歹心了 他们不愿意再把房老汉气的从坟墓里跑出来 这以后 夫妻俩转变了心性 和房一夫妻俩亲近起来 也开始赡养成事 没有几年 房二家里的日子也好了起来 明朝末年 有一个名叫谭从容的书生 喜欢四处游玩 吟师作父 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美景 必要一睹为快 这一天 几个文友约他去洞庭湖游玩 谭从容早就听说洞庭湖非常美 只是因为路途太遥远 一直没有成行 他当即答应下来 到了约定的日期 谭从容告别 父母妻儿 骑着小毛驴 跟着几位文友启程 那知道才走了不到一天的路程 忽然遇到一对作乱的土匪 骑着快马呼啸而过 将他们都杀死了 到了晚上 谭从容恍恍惚惚的感觉到 来了几个人 开始翻茧尸体 与册子上的名单合对 轮到他时 只听领头的官员说 这人的钱是因果还没有了结 命不该死 你们给他叙口气 不要让他死了 只听几个人答应一声 走上来捡起他的头 按在脖子上 用手在咽喉处摸了一摸 谭从容感觉到 咽喉顺畅起来 有了一点呼吸 第二天一大早 李正报了官 献太爷来勘查了现场 拆遣牙役通知各自的家属来收尸 谭从容的家人把他的尸体拖回家里 正在给他清洗血污 准备装炼到棺材里 忽然听见微弱的呼吸声 大家凑近一看 只见谭从容的脖子没有完全断掉 咽喉处还有一指多宽的地方连接着 他还活着 家人惊讶不已 赶快将他的头扶正 涂抹上筋创药 包扎起来 用被子捂着 过了一天一夜 谭从容开始身影起来 他的老婆端来参汤 用勺子喂进他的嘴里 他慢慢地好了起来 能够睁开眼 说一些简单的词语 过了几天 老婆开始为他吃小米粥 几个月后 他能下床慢慢走动了 大半年过去 他竟然好了起来 恢复正常了 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大家查看他的脖子 有一圈细细的红线 不仔细看 很难觉察 亲朋好友都来祝贺他 拜了一天的酒宴 谭从容喝了一点酒 说道 阴间的人说 我前世的事情还没有了结 故此不让我死 至于前世的事情是什么 无从知道 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过了一年谭从容 参加相试 考上了举人 县令听说了他神奇的经历 认为他有因人护佑 前途不可限量 特地和他结识 带着他参加各种聚会 他因此结识了不少豪身 身份也显贵起来 一晃十几年过去 谭从容依然还是个举人 参加了几次大考 都名落孙山 在县令的帮助下 谭从容花钱去力部打点 得了临线的主部之职 带着家人去上任 上任一时 有个姓梁的香绳 在酒楼上摆了一桌酒 宴请谭主宝 想巴结一下他 为此 梁香绳专门请了两个名士作陪 酒席上 大家相谈甚欢 其乐融融 梁香绳说 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吧 大家都说好 梁香绳讲了一个小气鬼的笑话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笑 两个名士客气地笑了几声 算是给了个面子 想不到 谭从容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边笑边兴奋地鼓掌 头往后一仰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原先已经长好的刀痕突然破裂 他的头竟然掉了下来 鲜血直涌 很快 倒地而亡 谭从容的家人把梁香绳和作陪的两个名士告到官府 县令把三个人抓到大堂上审问 梁香绳大喊冤枉 他们一根指头也没有动过 谭从容自己死的 怪不了他们 谭从容的老婆说 他活了十几年安然无恙 听了你一个笑话就死了 你就是凶手 你要负责任 因为谭从容是朝廷命官 县令天坦他这边 判令梁香绳赔偿了二千两白银 两个名士各自赔偿了五百两白银 这事才了结 梁香绳觉得很委屈 逢人便把这件事当笑话讲了出来 有一天 他去参加朋友的宴会 酒席上把这件事又讲了出来 客人中有个游方道士 他掐指算了算 说道 梁施主 你一点也不愿 你们三人前世欠了他的钱 没有还 命中注定金是偿还 他之所以大难不死 就是等到讨债的这一天 大家不由地嘖嘖撑起 这是传开后 有不少借钱不还的无赖子弟 害怕来世遭到报应 都乖乖地把钱还掉了 唐朝永珍年间 小山村里生活着一位贫穷的书生 名叫百淡明 父母早亡 孤身一人 他心地善良 为人正直 没有心机 这一天 有一个侨夫 慌慌张张地下山 说山洞里闹腰 他挑着柴下山 到山洞里歇息 忽然听见山洞里传来女子的笑声 他大为好奇 举着火把进到山洞 一直走到洞底 发现几个黑影 在洞顶飘来飘去 下得赶紧下山 后山上有一座洞穴 几百年历史了 被人们称呼为盘丝洞 一直流传着住着妖怪的流言 不过一直没有人亲眼看见 如今被侨夫亲眼所见 而且说得唯妙唯孝 恐怖至极 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后来 村民们达成一致 决定火烧盘丝洞 以绝后患 第二天中午 日透正旺 是一天 中阳气最盛阴气最衰的时候 村民们抱着柴火 油脂 来到山洞前 将柴火和油脂扔进山洞里 点燃火焰 一时间火焰熊熊 浓烟闭日 不一会 里面传来跑动的声音 以及惨叫声 百旦民闲着无视 跟着去看热闹 忽然一阵怪风刮过 吹得火焰忽明忽灭 人们睁不开眼 百旦民感觉到有个东西落在衣袖上 定睛一看 却是一只大蜘蛛 蜘蛛鸡蛋大小 肢体修长 肢体上的绒毛被烧光了 身上发出一股焦糊味 奄奄一息 百旦民心知 大蜘蛛是从山洞里逃出来的 他不敢声张 担心村民们认为大蜘蛛是妖物 将他打死 于是将他纳入袖子里 急匆匆下山 到了家里 百旦民将大蜘蛛放进一个木盒子里 捉来虫子喂养他 过了几天 大蜘蛛显然恢复了健康 爬出木盒子 不知所踪 百旦民也不以为意 把木盒子收起来 安心读书 转眼间大半年过去 这一天晚上 百旦民正在读书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他打开门一看 不由地惊呆了 门外站着一位嘴角含笑的女子 美如天仙 月光洒落在他的身上 犹如洒落一身水银 发出柔和的光芒 女子见百旦民愣在当地 不知所措 笑着说 小女子深夜造访 略显唐突 郎君不会不欢迎吧 百旦民醒悟过来 赶紧请他进屋 女子落座 讲起身事 他自称闺名青丝 是朱大户家里的丫鬟 朱大户贪图他的美貌 多次打他主意 被他拒绝 但是大老婆是个醋坛子 常常借骨则骂他 拿鞭子抽打他 他实在忍受不了 故此在今夜逃了出来 青丝眼角含泪 说道 郎君的善良 小女子早有耳闻 故此来投奔于你 恳请收留 郎君如果拒绝 小女子举目无亲 只有死路一条了 说吧 低头乌液起来 百丹明见青丝泪痕挂在脸上 犹如梨花带雨 心生怜悯 当即答应收留他 娶他为妻 青丝大喜 当晚就和百丹明成了亲 青丝足不出户 百丹明也很少与人串门 故此没有人知道 百丹明已经娶了老婆 青丝让百丹明购置了一辆纺车 日夜在家里访线 青丝访出的线 色泽鲜艳 百丹明拿到市场上 很快销售一空 过了半年 家里积攒了一些钱 青丝让百丹明把房屋翻修一新 专门腾出一间大屋 买来一部织布机 织布机买回来后 屋门紧锁 也不见青丝进去过 一个多月后 青丝进屋 拿出十几匹卷布 让百丹明拿出去卖 大家争相购买 一年过后 百丹明富裕起来 再也不是以前的穷书生了 有一天半夜里 百丹明偶然醒来 发现青丝不在身边 他起身 出了卧室 来到院子里 发现织布机的房子里传来亮光 心里感叹道 原来青丝晚上加班织布 真是一个好老婆 百丹明走进窗前 往里观看 却吓了一大跳 只见屋里坐着好几位年轻女子 在访线织布 他猛地推开门进去 却只有青丝一人 他狐疑地问了起来 青丝笑着说他 看花了眼 百丹明心中怀疑青丝不是普通人 听说酒能献原形 便在茶杯里倒入酒 让青丝喝了 青丝不知情 喝了一口酒 头晕倒地 变成一只大蜘蛛 等到青丝醒来后 对百丹明说道 你既然知道了我的真身 你我的缘分已尽 我不能再次久留了 原来 青丝就是当初 被百丹明搭救的那只大蜘蛛 为了报恩 他来给百丹明做妻子 帮他发家致富 青丝原本是盘丝洞里的蜘蛛精 躲在洞里修行 村民火烧盘丝洞时 他受了伤 幸亏被百丹明救助 屋里织布的那些女子 都是蜘蛛精 每天晚上 他们都来帮青丝纺线织布 说完 青丝消失不见 百丹明好生后悔 却已经晚了 他打开织布机的房间 只见里面堆满了绫罗绸缎 他一辈子也穿不完 百丹明曾经到盘丝洞里呼喊青丝 但是盘丝洞早已没有蜘蛛了 也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聊斋志义里虽然大部分写的是鬼狐的故事 但是都是借鬼狐之手 阐述了人生的一些道理 这一篇聊斋故事 虽然出现了鬼差 但是宣扬了行善的道理 民间里 至今还流传着剑桥修路 能够积善行德的说法 如果人人都秉持着善念 多做善事 多做好事 从而带动身边的人 做好事做善事 回报社会 人间就会变得更加和善 更加美好起来 好了 闲话少说 下面就进入今天的白话聊斋故事 原文中主人公没有名字 为了叙述方便 小编特地杜撰了一个名字 话说山东长青 有个靠贩卖不匹为生的商人 名叫古远山 有一天贩不到山东泰安去卖 听说有个算命先生很厉害 算得特别准 就找他算一算 算命先生要来他的生辰八字 给他推算了一挂 脸色大变 说道 你最近运气非常不好 赶紧回家吧 越快越好 古远山 见算命先生神色不对 问他究竟 算命先生又不明说 说是天机不可泄露 让他速速启程回家 古远山心里慌张起来 低价处理了布料 带着钱就往家里赶 路上 古远山遇见一个公差打扮的人 两人攀谈起来 哪知道越谈越投机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但凡 在路上歇脚住宿 古远山抢着买单 请公差喝酒吃饭 公差很是感激他 两人熟了 就无话不谈 闲聊中 古远山就问公差 此次出差 有何公干 公差告诉古远山 要去长青捉人 古远山很好奇 就问捉拿什么人 公差就拿出一纸文书 让古远山看 上面写着好多人名 古远山大惊失色 第一个竟然就是自己的名字 颤声问公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公差说道 兄弟 我实话告诉你 我不是人 是阴间的鬼差 供职于高里山东四司 古远山早就听说过 高里山上有十殿阎君 掌管人世间的生死祸福 十殿阎君下属有七十五司 东四司主管生死轮回 古远山问道 我犯了什么事 为何要勾拿我 鬼差说 估计是你的阳寿到了 并不是犯了事 古远山放声大哭 哀求鬼差 帮忙想想办法 放过他 鬼差面露难色 说道 这不好办 我只是一名鬼差而已 没权开脱你 生死寿命是由严君掌握 不过 这一次勾拿的人很多 全部聚齐的好几天 我可以最后来勾拿你 让你有充足的时间安排后事 我只能做到这些 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 一人一鬼继续结伴赶路 到了长青地界 忽然遇到一条河流 发现河上的桥梁已经断了 行人们只得赤脚下河 水流湍急 很不方便 鬼差对古远山说 兄弟 给你拨个窍门 你反正就要死了 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不如捐出来修建桥梁 积攒阴德 或许对你有好处 古远山一想也对 就答应了 回到家里 古远山吩咐妻子 给他准备后事 自己就带着钱 招募匠人来修桥 附近的人都对他说着感谢的话 称他为善人 桥修好后 古远山回到家里等死 可是过了好长时间 也没有看见鬼差来勾拿他 古远山心里充满疑虑 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忽然有一天 鬼差来了 对他说 兄弟 我已经将你修桥的扇刑报告 给城皇爷了 城皇爷转奏明司严君 对你的扇刑 进行嘉奖 让你严寿 现在你的名字 已经从勾叠文书上剔除了 故此特来告诉你 向你报喜 古远山喜行余色 急忙向鬼差道谢 古远山继续贩布为生 后来有一天 他又拉着布匹到泰安售卖 想起鬼差的恩德 就买了纸钱到高丽山脚下 焚烧祭奠 呼喊着鬼差的名字 让他来收钱 祭奠完 古远山转身离开 就见鬼差急匆匆地赶来 责备道 兄弟 你差点害了我 惹出大祸 我刚才正在明司衙门里 帮阎君处理公事 幸好阎君没有听见你祭奠的话 不然阎君还以为我迎私舞弊 故意让你修桥严寿 败坏阴间朝纲 要是那样的话 你我二人都大祸临头了 古远山盲道歉 确实不知道这种利害关系 鬼差送行古远山走了一段路程 说道 兄弟 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来找我 也不要祭奠我 以后 如有机会出差 路过长青 我一定会去看望你 说完 转身就不见了 读罢故事 眼眷深思 故事的教育意义 跃然脑中 故事借行善言寿 来预示任何善念善行都不是无意义的事情 都会受到包扬 而且 行善不能以获得回报为目的 无心插柳 自然会回报杨柳成因 在任何时代 都需要包扬善念善行 抵制恶念恶行 净化心灵和社会环境 但是 小编心中尚有一点疑惑 既然是鬼差 一养两格 为什么鬼差还贪恋人间九十 按说 鬼是不需要用人间九十来补养身体的 其实 世上哪有鬼 聊斋笔下的鬼狐 不都是人类的另一种存在吗 本意写鬼狐 其实还是刻画的人类 故事后 翠柳山一带 住着一户姓吴的人家 家境很一般 有个女儿叫做小翠 从小就是一个美人胚子 早早地许配起了邻村的何文俊 何文俊家境不错 一心一意地读书 年纪轻轻就考上了秀才 两家人商量 两人也到了婚嫁的年龄 明年就让小翠过门 也好服侍何文俊读书 何文俊年少风流 也见识过小翠的美貌 对小翠是相当满意的 曾经对家人说 非吴小翠不娶 听说明年就要迎娶小翠了 他心里就像喝了蜂蜜一样 要多甜就有多甜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小翠忽然长了一脸雀斑 美貌被毁了 乡村里有个不好的习惯 孵不出鸡仔的鸡蛋 叫做寡鸡蛋 舍不得丢掉 就煎了吃 全家人吃了都没事 就小翠吃了后 全身发热 脸蛋发烫 第二天脸上就出现了小斑点 家人慌了 急忙请郎中来看 开了一副药 不吃药还好 谁知吃了药 斑点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多 结果脸上到处都是 小翠哭哭啼啼的 吓得门也不敢出 治了一段时间 不见好转 小翠心情不好 人也消瘦了下来 脸色也菜黄菜黄的 原来的大美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个丑女人 何文俊得知消息 还专门跑到小翠家里看了一下 回去后就吵嚷着要退亲 他可不想娶个丑八怪当老婆 吴家让媒婆退了婚聘文书 连财礼也不要了 这门亲事就这样黄了 第二年 何文俊娶了亡源外的小女儿 吴小翠整天以泪洗面 过了一段时间 渐渐地想开了 不能因为丑就不活了呀 正常地过起了日子 转眼六七年过去 吴小翠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 何文俊倒是平不清云 意气风发 先是考上举人 三年后又高中进士 卑力部分配到中原 一个大县里当了县太爷 何文俊的父母 把家产变卖了 跟着他道任上享福去了 有不少好心人给吴小翠做媒 劝他嫁给老光棍 好歹是个家 吴小翠不答应 眼泪汪汪地说 就这样跟着父母过一辈子 父母心疼他 就不再逼迫他嫁人 好在两个哥哥嫂子通情达理 也不为难他 还说以后年老了 让折们给他养老送中 平常 吴小翠刺绣的围巾门帘 卖的钱都让他自己攒着 吴小翠手脚也勤快 家务活没有少做 这一天 吴小翠去集市上卖刺绣的门帘 忽然看见一圈人围着看热闹 上前一看 原来是一个老猎人 在卖一只小狐狸 老猎人捣毁了一个狐狸窝 几只大的都卖掉了 就剩下这一只太小 没人要 一般人买狐狸回去 都是为了狐狸的皮毛 这么小的狐狸 皮毛还没有成型 买了有啥用 小狐狸看着围观的人 在笼子里躁动不安 一双小眼睛 气气的 满是无辜和委屈 吴小翠心一软 就买下了 回到家里 来到后山 他打开笼子 放小狐狸走 可是 小狐狸怎么敢也敢不走 吴小翠就说 也罢 你就和我做个伴吧 自此后 小狐狸就跟着吴小翠 晚上睡觉时 乖乖地趴在吴小翠的脚边 当然 小狐狸有很大的自由 吴小翠从来 不管他去哪里 有时候 一整天见不到他 也不管不问 这一天 小狐狸一晚未回 早上 吴小翠忽然觉得 脸上一阵清凉 睁开眼 原来小狐狸在亲他的脸 也不知道小狐狸吃的啥 嘴里一股草药味 吴小翠赶走他 翻一个身又睡下 不一会 又被小狐狸弄醒 吃早饭时 吴小翠发现 小狐狸的嘴巴有一点肿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过了两天 小狐狸的嘴巴好了后 又一夜不归 清早又亲他的脸 嘴巴里一股怪怪的药味 过了半个月 吴小翠惊讶地发现 却搬在消退 又过了半个月 雀斑没有了 脸上又光滑起来 又成了一个美人 老郎中听说后 特地跑来询问 听小翠讲了小狐狸的事情后 他猜测 是小狐狸嚼烂草药 给小翠抹脸 治好了雀斑 别看它们是动物 能给自己治病 天生具有识别一些草药的能力 老郎中搓着手 连叫可惜 小狐狸不会说话 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草药 要是知道了药方 长雀斑的人就有福了 小翠这才恍然 难怪小狐狸的嘴巴肿 原来是草药的原因 吴小翠的神奇故事传开了 刚巧现太爷老婆去世不久 就委托媒婆说 想娶她当田房 吴小翠是老姑娘了 县太爷也就大个十来岁 虽然是田房 但是也算正妻 于是就嫁了过去 吴小翠出嫁之时 小狐狸上了后山 怎么换也不回来 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到两年 县太爷为官清政 被升为临省之府 带着小翠走马上任去了 这一天 吴小翠坐着小暖轿出城烧香 忽然看见街上一个卖字的先生 很像何文俊 就让老婆上前询问 果然是他 原来何文俊太贪婪了 在任期间 大肆搜刮民财 被罢官贬为平民 一家人客居此地 没有盘缠回家 靠卖字苦撑日子 得知轿子里的吴小翠 已经恢复美貌 是现今的知府太太 何文俊羞愧的无地自容 吴小翠拿出几两碎银 让丫鬟递给他 就起轿走了 烧完香回到府衙 吴小翠就对丈夫 讲了何文俊的遭遇 看在同乡的情义上 让丈夫帮一帮他 知府就写了一封信 把何文俊介绍给同窗好友 当怒聊去了 清朝初期 山区里有一个小村庄 村庄里有一户姓房的人家 父母死于战乱 哥哥房大郎带着弟弟 房小郎过日子 兄弟俩年纪相差十多岁 房大郎娶妻 刘氏 刘氏是个心肠毒狠的女人 常常呵斥 才十岁的房小郎 让他干着干哪 有时候还不给饭他吃 说是小孩子不干体力活 一天吃两顿就够了 房大郎聚内 面对刘氏虐待弟弟 不敢说什么 有一次 偷偷拿了一个煎饼 塞给没有吃晚饭的弟弟 被刘氏发现 劈头盖脸的一顿贺骂 把煎饼扔给狗吃了 大骂道 养一只狗 还能开门 养着你有什么用 白吃几年的饭不说 长大了 还得操心娶媳妇 还得分家产 说起来战乱才过去没有几年 才刚刚有饭吃 家里也没有什么家产 除了几间茅草屋外 就是几亩薄田 青黄不接的时候 还得勒紧裤带喝稀饭吃野菜 这一年的夏天 发起了洪水 庄稼都被淹死了 家家户户都愁眉苦脸的 下半年没有收成 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一天晚上 刘氏对房大郎说 把你的弟弟赶走吧 多养一个闲人 再这样下去 全家都得饿死 房大郎说 弟弟年纪这么小 让他到哪里去 把他赶走 不是让他没有活路吗 刘氏气嘟嘟的说 留下来就有活路了 到时候一起饿死 谁也没有活路 你舍不得让他走 干脆我走 说吧 就开始收拾包袱 房大郎急忙让步 答应把弟弟送走 可是 大家都不好过 送到哪里去呢 房大郎唉声叹气 一晚上没有睡着 第二天吃过早饭 房大郎包了两个饼子 对房小郎说 弟 跟我上山采摘野果去吧 房小郎答应一声 背着贝褒 跟在哥哥的后面 一直走到大山深处 房大郎把两个饼子塞进贝楼里 让房小郎寻找野果 他说他要找个地方方便 然后闪身到密林里 悄悄地下山了 房小郎久等哥哥不来 开始大声呼喊 最后急得大哭起来 边哭边四处乱走 结果越走越是到了深山的深处 晚上 到处都是野兽的吼叫声 他吓得爬上大树 趴在树枝上过了一夜 房小郎一直在大山里穿行了两天 两个饼子早就吃完了 第三天 他没有找到野果 饿得头昏眼花 一不小心 脚底打滑 顺着山坡溜到了山谷里 他坐起来突然眼睛一亮 发现不远处有一块腊肉 他扑上去抓住就往嘴里塞 却把牙齿崩腾了 房小郎仔细端向起来 这是一块石头 像极了腊肉 层次分明 有肉皮 有肉白 有瘦肉 颜色黄亮 三寸厚五寸宽 猛一看 就是一块腊肉 房小郎喜欢上了这块石头 扔进了贝楼里 继续往山下走去 又过了两天 他终于走到山下了 找人一问 傻了眼 竟然走到大山的那一边了 是另一个县 一打听 走官道的话 有两百多里路 房小郎沿路乞讨回家 讨来的饭菜难以下咽 他就把那块肉食拿出来 舔一下 吃一口饭 这一天 到了县城里 房小郎讨了一碗饭 蹲在一家店铺屋檐下吃饭 恰好这家店铺掌柜路过 看见房小郎碗里 放着一大块腊肉 说道 你的运气不错哦 谁家这么大方 给了你这么大一块腊肉 房小郎哈哈大笑说道 掌柜的 你看走眼了 这是一块石头 掌柜听说 赶紧拿起来把玩 恰好这个掌柜是个玩家 他发现石头材质圆润 色泽明亮 而且像极了腊肉 实在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贝 他开始盘问起房小郎的家事 以及石头的来历 房小郎讲了与哥哥在山中走失 以及发现石头的经历 掌柜大喜 说道 我老家和你是一个乡镇的 我姓燕 燕掌柜从小跟着父亲旅居于此 开了一家茶叶店 他见房小郎可怜 有心帮他一把 把他带到县城里大富商家里 拿出肉食 大富商果然爱不释手 和燕掌柜讨价还价 八百两银子成交 燕掌柜按照行规 留下三百两 剩下的五百两换成银票 用一块不缝在房小郎的腰上 给他找了一辆顺路的马车 房小郎坐着马车 到了老家的县城 又坐着顺路的牛车回到了乡镇 然后走路回到家里 房大郎看见他回来了 抱着大哭起来 这些天 他受尽了良心的煎熬 曾经上山找过弟弟 没有找到 房小郎拿出银票 讲了遭遇 房大郎想了想 找到组长 让他做个见证 把房小郎分出去担过 银子一两也不要 房小郎坚决要对半分 分了二百五十两银子给哥哥 房大郎痛哭流涕 说道 哥哥对不起你 你心里却还装着哥哥 哥哥受之有愧 组长说 你知道后悔就好 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的弟弟 才对得起你的父母在天之灵 刘氏见到银子 大喜之下 悄悄则怪房大郎是个傻瓜 不该分家的 这样银子都是他家的 房大郎懒得理他 他铁了心要帮助弟弟 在房大郎的关照下 房小郎置办了十几亩粮田 建造了三间大瓦房 雇了一个仆妇 像模像样地过起了日子 唐玄宗时期 有一个名叫汤锡祖的书生 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父母健在 衣食无忧 后来爆发了安室之乱 他和父母远离家乡逃难 父母双双死于逃难途中 剩下他只身一人 漫无目的地流浪 这一日 汤锡祖走在路上 忽然遇到一群难民 说是乱军就在不远处 让他赶快逃 他就跟着这群难民往深山里跑去 但是他一介书生 根本跑不动 很快就被难民们甩在后面 过了不久 汤锡祖在深山里迷了路 茫茫山林 也不知该往哪里去 走了一会 他发现一处山泉 赶紧跑过去喝水 喝完水 他一抬头 发现山泉边有一处隐秘的洞口 洞口不大 仅能容下一人 汤锡祖大喜 眼看天色已晚 正好在此将就一晚 躲避毒蛇猛兽 他爬进山洞里 却发现里面比较宽敞 似乎很深 他舌身出来 找到一棵松树枯枝点燃 举着火把往山洞里面探寻 他磕磕碰碰地走了好久 眼看火把快要燃尽了 前面突然出现一丝光亮 汤锡祖大喜 顺着光亮走去 走了不久 出了洞口 面前豁然开朗 别有一番景象 此时应该是夜晚 而此处 却是明亮如白昼 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带 长满绿油油的青草 到处都是灿烂的野花 他踏上草地 往前面走去 走了大约三四里地 前面出现一条小河 河对岸出现一座茅草屋 里面传来女人的说话声 河上没有桥 但是有几块大石 汤锡祖踩着石头过了河 来到茅草屋前 敲起了门 屋里的说话声 戛然而止 沉默了好一会 一个苍老的女子 声音响起 战战兢兢地问道 是谁 口音比较怪 但是能听懂 汤锡祖说道 是我 一个逃难的书生 柴门拉开一条缝 露出一张老妇人的脸 看了看汤锡祖 问道 你从哪里来 为何服装怪怪的 汤锡祖笑着说 我躲避战乱 一路颠簸 故此衣衫不整 脏乱不堪 只听屋里响起一个年轻的女子声音 说道 娘亲 她也是逃难的人 让她进来吧 柴门打开 汤锡祖踏进屋里 只见屋里一老一少两个女子 局促不安地看着她 汤锡祖发现两名女子服饰怪怪的 不像堂装 老妇人请汤锡祖落座 询问起她的身世 汤锡祖将她的遭遇 如实讲了 年轻的女子惊讶地问道 现在是唐朝了 唐朝是什么朝代 现在是何年 汤锡祖见她问得怪异 便询问起他们的身世 原来 女子名叫吹烟 使秦国人 项羽灭掉秦国后 老百姓争相逃难 他们母女逃往深山 在深山里转悠了将近半个月 找到这处所在 两人无以为食 就吃草根 活了下来 母女俩搭建了草屋 在此定居下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月 此处从来没有外人打扰 汤锡祖是第一个来到此地的人 汤锡祖惊讶不已 恳求母女俩收留她 母女俩同意了 采来草根招待她 草根吃起来又色又苦 难以下咽 但是此处除了草根 没有其他的食物 汤锡祖出去转悠了一下 方圆十几里没有果树 小河里清澈无比 没有鱼虾 除了草根 就是野花 没有其他的可食之物 吹烟长得美丽端庄 时间一长 和汤锡祖暗生情愫 两人结为夫妻 转眼间半年过去 汤锡祖天天吃草根 苦不堪言 想出去寻找人间的食物 吹烟已经怀有身孕 不准她出去 汤锡祖安慰说 她出去采购一批食物后 带回来 大家一起吃 绝不会抛弃他们母女不管 母女俩见劝不住她 只得游着她 汤锡祖下了山 来到乡镇上 饱餐了一顿酒肉 然后采购了大量食物 挑着上了山 可是 尽管她原路做了记号 到了山泉边 却怎么也找不到洞口了 汤锡祖在山上寻找了将近一年 也没有找到洞口 只得放弃了 安始之乱平息后 她回到老家 娶了七生了子 她一生身体康健 无病无灾 一直活到了一百二十岁才去世 临死之前 她记载了这件骑士 认为山洞里的草根 是治病良药 能让人延年益寿 人如果有德性 灾祸自然远远必知 人如果没有德性 必然主动找上灾祸 自掘坟墓 本故事以鬼故事的形式 意在劝戒世人 多姬善德 可以趋利避害 奉劝读者诸君 切不可与封建迷信 对号入座 当然了 本故事有一个短板 没有交代清楚 女巫采用宋温神的办法 嫁祸他人 所应遭受的惩罚 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读后一笑了之 不要深究 如果能从故事里领悟到一点做人的道理 那是最好不过了 笔者为怨如此 清朝康熙年间 书生甘如意 娶妻换事 夫妻两人 都是心地善良之人 人缘挺好 很受村民们喜爱 这一天 甘如意去拜访文友 文友盛情款待 两人边喝酒边吟诗作妇 不知不觉间 天色暗了下来 已到了傍晚时分 甘如意拱手告辞 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去 走在山路上 忽然听见哭声 定睛一看 不远处的路边 坐着一位老婆婆 正在抹着眼泪 甘如意好心地 上前询问 老婆婆哭着说 我家儿媳妇生病了 没钱抓药 坐了几双绣花鞋 到集市上去卖 如今还剩下一双没有卖掉 想起自己如此命苦 悲从心来 故此哭泣 甘如意看了看他身边篮子里 果然有一双绣花鞋 红底绿花 非常好看 他心生怜悯 掏出十几个铜板 说道 绣花鞋 很好看 我买了 送给我老婆穿 老婆婆说道 不需要这么多钱 几个铜板就够了 甘如意说 剩下的送给你了 你赶紧抓药给你儿媳妇治病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老婆婆千恩万谢 望着甘如意远去的背影 她的嘴角露出一丝 不易觉察的坏笑 没错 这是一个阴谋 绣花鞋 是不祥之物 老婆婆的儿媳妇确实生病了 久治不愈 眼看快不行了 找来女巫救治 女巫算了算 原来她的儿媳妇被恶鬼缠身 索要性命 恶鬼需要找一个替身 好去投胎转世 故此纠缠不放 女巫说 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把恶鬼送走 让她去找别人索命 因此 女巫把恶鬼附在一双绣花鞋上 让老婆婆在傍晚时分 无论以什么方式 把绣花鞋送给遇见的第一个人 这种办法叫做送温神 好多女巫都会这种法术 只要女子穿上这双绣花鞋 必然会被恶鬼索命 甘如意哪里之道各种玄妙 她还以为帮了人做了好事 喜滋滋地拿着绣花鞋 回家后送给幻世 幻世一见很高兴 坐在椅子上 脱下鞋子准备试穿 忽然一岁多的儿子 啼哭不止 她便把绣花鞋收起来 抱着儿子喂奶 喂完奶 她早已把绣花鞋给忘了 第二天早上 吃过早饭后 幻世看见绣花鞋 便拿着坐在椅子上 准备试穿 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喊 出去一看 原来是娘家的哥哥来了 说是母亲昨晚生病了 非常想念女儿 让哥哥喊她回去相见 听说母亲生病了 幻世急忙收起绣花鞋 抱起儿子 和甘如意一起 急匆匆地回娘家去了 赶了一个多时辰的路 到了娘家 母亲看见幻世 长舒一口气说 也不知怎么回事 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担心你出事 如今看见你了 心里踏实多了 幻世问起母亲的病 也没有什么大碍 吃了一副药 已经有所好转 当晚 甘如意一家人 留宿在岳母家里 幻世抱着儿子 和母亲睡在一起 聊了大半夜的家常 第二天吃过早饭 甘如意向岳母告辞 带着老婆儿子回家 刚走到村口 忽然听见柴老二的家里 传来吼叫声 便走过去查看 只见柴老二的老婆 疯疯癫癫地 又哭又笑 她的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鞋 红底绿花 正是甘如意买回来的那一双 原来柴老二是个贯偷 她见甘如意家里没人 便跃窗而入 偷了几串铜钱 看见绣花鞋是新的 非常漂亮 便偷了回来 她老婆是个好吃懒做之人 常常鼓动柴老二偷鸡摸狗 今天上午 她在家里闲着无事 便把绣花鞋穿在脚上 发现很合脚 心中无比得意 可是 过了不久 她便疯疯癫癫起来 当晚 柴老二的老婆便死了 柴老二觉得老婆死得蹊跷 找来一个通晓阴阳的高人来相看 高人说 绣花鞋被做过法 你的老婆被恶鬼索命而死 柴老二要去找甘如意的麻烦 因为绣花鞋是从她家偷的 高人劝住她 说甘如意夫妻俩都是良善之人 故此受神灵保护 不然的话 患事早就穿在脚上了 柴老二夫妻俩没有德行 故此替患事挡了灾难 高人说道 冥冥之中 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柴老二面红耳赤 只得自认倒霉 从此后 她有所收敛 不敢再干偷鸡摸狗的事情了 话说清朝顺治年间 山东爆发了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 最后以失败告终 谢迁之变时 攻占了滋川县城 城里那些官老爷的房屋 都被起义军占据 成为贼窝 赤川县有个叫做王七湘的学史 他的府邸非常宽敞 所以聚集的义军特别多 官兵攻打赤川县城 血战两月后 终于攻下城池 官兵大开杀戒 斩杀无数义军 失衡变城 血流成河 惨绝人寰 王七湘赶回家里 只见到处都是死尸 台阶上堆的小山似的 鲜血顺着门缝外溢 他急忙吩咐仆从把死尸抬到城外 扔在乱葬岗上 用水冲洗血污 一直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他才住了进来 但是由于死的人太多 怨气太重 大白天也能看见鬼影壮壮 特别是晚上 床底下灵活闪烁 角落里时常传出鬼魂哭叫的声音 闹得人心惶惶 很不安宁 这一天 有个叫王浩迪的书生 来拜访王七湘 晚上借宿他家 半夜里 王浩迪迷糊糊中 忽然听见床底下 有人轻声呼喊他的名字 浩迪 浩迪 他吓得寒毛直竖 睡意全无 过了一会声音渐渐大了起来 哭诉道 浩迪 我死得好苦啊 接着放声大哭 他这一哭就像摁开了开关 整个院子里都是鬼哭声 好不凄惨 王浩迪听着心酸 禁不住陪着流泪 哭声惊醒了王七湘 他披衣起来 仗剑来到院子里 大声呵斥道 大胆鬼魂 饶我清静 你们难道不知道我王学史的威名吗 还不快快远顿 王七湘 是明崇祯十年丁丑科晋士 明王后 在清朝为官 顺至四年二月 以福建道御史的身份 签顺天辅学正 他为官严厉 威风凛凛 老百姓见了他 都胆战心惊 躲避唯恐不及 故此 他以学史的官威 来吓唬鬼魂 只听见到处都是一片 痴痴冷笑声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有些鬼魂甚至放肆地尖叫起来 令人毛骨悚然 看门人也拿着棍棒来到院子里 见鬼魂不尊重王七湘 大怒之下 捂起棍棒乱打 忽然 看门人惊恐地捂着脖子 倒地晕了过去 其他的家仆急忙把他抬进屋里 王学史感觉到鬼魂就在身边晃来晃去 充满挑衅的气氛 觉得威风扫地 转身回屋去了 天亮后 王浩迪禁言 学史大人 鬼魂属于另一个世界 不畏官威 不妨施以恩惠 超度他们 让他们早日脱离苦海 王学史深以为然 于是开设了僧道两部水路道场 请来和尚 倒是来念经做法 超度亡灵 晚上 做了斋饭 祭祀群鬼 斋饭刚抛到院子里 就见灵火飞舞 满院子里都是 大概是群鬼在抢饭吃 那个看门人 昏迷了好几天 没有醒来 老婆守着他整天哭哭啼啼 束手无策 这天晚上 他忽然伸了伸手脚 醒了过来 看门人告诉老婆 那晚冲撞了鬼魂 被他们将魂魄拘去 不许回家 今天晚上 鬼魂们得到超度 原谅他了 就把他放回来了 老婆喜急而泣 急忙进厨房 端来一碗 汤食喂他 看门人说 刚才主人在院子里施舍斋饭 我也跟着他们 吃了一些 现在还是饱的 不觉得饿 自此后 鬼魂全部绝技了 难道说 和尚倒是超度鬼魂 果然灵验吗 其实 应当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 官微可以吓唬老百姓 却吓唬不了鬼魂 相反 拥有一颗人心 鬼魂也会得到感化 退避三射 这篇聊斋故事 表面上写鬼 其实写人 暗讽了清朝官员欺压老百姓的丑态 平时作威作福 却在鬼魂面前失效 马上又换了一副嘴脸 这不是丑态 还是什么 很久以前 山区里有一个名叫楼千枝的老汉 儿子在外做官 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孤老头子 逍遥快活 他老了也没有什么爱好 就是喜欢和几个老哥们在一起唠嗑 喝一点小酒 推一推排酒 这一年 老张头和老羊头相继去世 只剩下老孙头 凑步棋牌搭子 而且老孙头这人很伤感 楼千枝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总爱提过去的时光 怀念老张头和老羊头 弄得楼千枝常常泪水连连的 很是伤感 于是他慢慢的和老孙头聚得少了 转眼到了夏天 蚊子多了起来 苍蝇也多了起来 常常在屋里飞来飞去 敢也敢不走 打也不敢打 弄得楼千枝很是气闷 为何不敢打 因为楼千枝信佛 他在屋里设有神龛 早晚叩拜 信佛的人自然慈悲为怀 怎肯轻易杀生 这一天 楼千枝正睡着午觉 忽然听见巨大的嗡嗡声传来 睁开眼一看 不禁吓了一跳 好大一只苍蝇 体型竟然和蜜蜂一样大 落在饭桌上 楼千枝赶紧坐起来 惊奇地看着他 想不到世上竟然有这么大的苍蝇 楼千枝下床 悄悄地走进饭桌 坐了下来 只招头静静地看着苍蝇 苍蝇也不怕他 面对着他 两只前肢不停地动着 就像人双手作一一样 楼千枝认为这是拜佛的动作 心内欢喜 也双手何时说道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同是天涯信佛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苍蝇兄弟 你好 欢迎光临寒舍 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 非得笑掉大牙不可 可是 楼千枝却认为挺正常的 他正好没人唠嗑 就坐在板凳上 和苍蝇唠嗑起来 想起什么说什么 当然了 都是他自言自语而已 苍蝇来了 似乎有常住下来的意思 总是在屋里飞绕 要么落在桌子上 墙壁上爬着 过了两天 楼千枝和苍蝇熟了 有时候 伸出蒲扇 让苍蝇落下 凑近仔细观察 发现苍蝇的身体翠绿翠绿的 晶莹透亮 很是漂亮 老天忽然下起了好几天暴雨 楼千枝不能出门 就坐在屋里和苍蝇闲话 这一天 大雨住了 老孙头突然造访 两人坐着闲话 老孙头说是大雨已过 他观察过天象 明天是个大晴天 楼千枝想起 盐快没有了 就约老孙头 明天一起到集市上闲逛 顺便买一些盐回来 老孙头为难地说 我腿脚不利索 不想去 楼千枝责怪说 老伙计 往常都是四个人一起 结伴而去 如今就剩我们两人了 你就不陪我上街了 再说了 我们也快半年没有逛过街了 老孙头只得答应下来 约好天麻麻亮的时候 他来喊楼千枝 然后先走 在山岗口等他 反正他腿脚不利索 先在前面慢慢走 等到楼千枝洗涮完 正好可以在山岗口追上他 两人就这样约好了 老孙头闲聊了一会 就走了 此时 苍蝇落在屋顶上 很是安静 老孙头没有发现 第二天早上 天才妈妈亮 老孙头就来了 站在屋外喊道 老楼头 起来没有 楼千枝醒了过来 忙说 马上起来 老孙头说道 我先去了 此时 苍蝇不时去地在楼千枝的耳边嗡嗡地飞来绕去 楼千枝听不大清 听成我不去了 于是嘀咕道 老孙头真是一个倔老头 说好了又不去了 既然不去了 我就再睡一会 翻了个身又睡了 可是 睡了不到一小会 苍蝇的声音 吵得他睡不着 索性起床洗刷完 背着搭连独自赶急去了 走了好一会 爬上山岗口 忽然看见老孙头坐在树下 老孙头埋怨说 我等了你好久 怎么这么晚 楼千枝惊讶地说道 你不是说不去了吗 所以我多睡了一会 老孙头也很惊讶 说道 我说 我先去了 没有说不去啊 楼千枝这才明白 被苍蝇的嗡嗡声打扰 他听错了 于是连连道歉 老孙头站起来 指着前面的山路说道 要是你准时的话 此时早就走到那棵树下了 从山岗口曲折的山路走下去 然后就是一溜山脚小路 要是不耽搁的话 确实已经走了三四里路了 正在这时 忽然听见轰隆隆的响声 地动山摇 前面的山体滑坡了 沙石像千军万马一样冲下来 正好淹没了小路 那棵树被掩埋了 一连下了几天暴雨 山体松动了 导致了滑坡 两人惊得目瞪口呆 老孙头捂着嘴惊叫一声 颤抖地说 天哪 要是不耽搁的话 我俩正好被埋在里面 真是捡了两条命 楼千枝说道 是苍蝇救了我们 老孙头问道 什么苍蝇 楼千枝就把苍蝇的事情讲了 路被堵塞了 两人也不敢急了 当即回来 给大家讲了歧视 大家争相跑进楼千枝的家里 观看那只苍蝇 都说是精怪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个头 纷纷劝楼千枝打死苍蝇 楼千枝急忙护住说道 这是我兄弟 还得陪着我聊天呢 可是 大家正在七嘴八舌的时候 苍蝇忽然飞走了 出了窗外 幽呼不见 楼千枝说道 这是菩萨护佑我 故此派来苍蝇保护我 度过这个劫难 如今劫难已去 苍蝇的使命完成 故此消失不见 大家一想 似乎是这么一回事 不然 对于苍蝇的突来突去 无法解释 这以后楼千枝早晚烧香拜佛更殷勤了 宋神宗时期 都城里有个名叫宁焕春的书生 奉父命去洞庭湖一带探望姑母 姑母嫁给了富商 因为路途遥远 两家每隔两三年才来往一次 平时都是书信往来 宁焕春今年考中了秀才 故此宁妇让她去探望姑母 报告喜讯 顺便游玩洞庭湖 这一天 宁焕春坐船游玩洞庭湖 因为贪恋湖中美景 上岸时 已是傍晚时分 她急匆匆地往姑母家里赶去 半路上 忽然从树林里窜出一匹恶狼 挡在路上 呲牙咧嘴地嚎叫 宁焕春急的头上直冒冷汗 转身就跑 恶狼追了上来 纵身而起 两只前爪往宁焕春的后肩上一搭 张嘴就向喉咙咬去 说时迟那时快 一个女子飘然而至 轻斥一声 手中的棍棒砸在榔头上 恶狼吓得逃窜而去 消失在夜幕里 应焕春惊魂烧定 上前感谢 询问女子姓名 女子说道 我叫甘红叶 你姑母知道我 说吧 匆匆而去 回到姑母家里 宁焕春 讲起遭遇 当姑母听说了甘红叶的名字 惊讶地张大了嘴 说道 你遇见鬼了 原来甘红叶已经死去多年 说起来 甘红叶是个苦命的女子 从小母亲去世 父亲把她拉扯大 但是父亲酗酒 喝醉后 动不动就打她 甘红叶的隔壁住着书生万彩发 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感情不错 长大后 万彩发向甘家提亲 甘父同意把女儿许配给她 并下了婚约 几年前 万彩发去都城参加科举考试 临走前 甘红叶拉着她的手 千叮宁万主妇 让她不要忘了家里有个人牵挂着她 双方约定 只等万彩发回来后 两人就成亲 那知道万彩发金榜提名后 都城里姓屋的富商 找到她 把她请到府里做客 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她 万彩发见女子天生有物 娇艳欲低 而且从此后 可以有个富商做靠山 当即答应下来 她心里也想起过甘红叶 但是很快被金钱和美色所迷惑 狠心抛弃了她 甘红叶在家里眼巴巴的盼望万彩发归来 两年过去 竟然连一封书信也没有 后来 有个从京城回来的商人 将万彩发的真实情况告诉给了甘红叶 万彩发娶了巫妇商的女儿 在巫妇商的打点下 留在京城里 做官 甘红叶得知消息 伤透了心 哭了三天三夜 然后投井自杀 香消玉允 宁焕春听完 唏嘘不已 为了感谢甘红叶的鬼魂相助 第二天 她去甘红叶的坟上祭奠了一番 这时 只见一位女子从树林里走了过来 正是甘红叶 她喊泪对宁焕春说 我之所以搭救你 不为别的 是因为有一事相求 宁焕春抱拳行礼 说道 但讲无妨 甘红叶说 我想请你带我到都城去 当面质问万彩发 因为路途遥远 一路上神灵太多 魂魄不敢独行 想依附在你的身上 不知可否 宁焕春答应下来 甘红叶化成一缕青烟 钻进她的衣袖里 第二天 宁焕春向姑母辞行 一路封尘 这一天终于到了都城 她没有回家 而是打听到乌富商的府上 登门拜访 说是有性命攸关的大事相告 守门人进去汇报后 乌富商派人出来迎接 到客厅落座 乌富商和万彩发作陪 宁焕春讲了 受甘红叶之托的事情 问万彩发心里 可曾还记得甘红叶 万彩发一愣 勃然大怒地站起来 呵斥宁焕春多管闲事 乌富商也心中不快 高喊送客 这时 只见一缕青烟飘出 飞向万彩发 万彩发忽然尾顿在地 嘴里高声求饶 她大病几天 满嘴胡话 最终一命呜呼 清朝康熙年间 有一个富翁 名叫鲍天寿 是从小寒这堂长大的世家子弟 他有一个发小 姓木 二十岁时跟着一个云游道长走了 过了十年 他穿着道袍独自回来了 自称木道人 通晓阴阳 能够算出人的福寿 了解前世今生 虽然十年未见 两人之间的感情并没有淡薄 鲍天寿把木道人请到家里欢聚 九哈尔热之际 鲍天寿请木道人给他算一算寿命 看看能不能活到九十岁 他本是好奇之下的戏言 根本没有当真 完全是为了一搏一笑而已 哪知道木道人的一番话 让他惊呆了 木道人看了看他 叹口气说 好兄弟 你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 好好享受人生吧 不然就来不及了 鲍天寿惊讶地说 我今年和你同岁 刚刚年满三十 你为何出此不及之言 木道人说 我没有吓唬你 你的寿命不长了 腊月初十害时 是你的归天之时 鲍天寿算了算 现在是六月二十八 离腊月初十不到半年了 也就是说 他的寿命不到半年 鲍天寿心情变得糟糕起来 不过 他根本不相信算命之说 认为木道人胡说八道 他哈哈一笑 把这事放在一边不提 另起话头闲谈起来 恰好这时 鲍家的大黄狗进来了 躲在桌子底下啃骨头 鲍天寿呵斥大黄狗出去 大黄狗不听 正好他心情不好 狠命地踢了他一脚 大黄狗腹腾 哀叫着跑出去了 木道人笑着说 你要对大黄狗好一点 因为你前世对他有恩 故此今世他当仪式狗 来报答你 帮你看守家门 不过 他报恩的期限快要到了 十二天后 他会死去 鲍天寿完全当笑话听 没有当一回事 哪知道 十二天后 鲍天寿没有看见大黄狗 忽然想起了木道人的话 跑到狗窝里一看 大黄狗果然死了 他心里咯噔一下 想起木道人说他寿命不长的话 心情一下子跌落低谷 不过 他转念一想 或许这只是一种巧合 让木道人蒙对了而已 继而心情舒畅起来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 人们忽然传开了一件奇事 黄园外找木道人算命 木道人说他活不过十天 他很生气 把木道人当众羞辱了一番 哪知道第十天 黄园外躲在家里不出门 站起来走路时摔了一跤 突然死了 人们都说木道人是活神仙 找他算命的多了起来 抱天寿心里再也淡定不起来了 他赶紧找来木道人 询问为何他的寿命不长 木道人说 这和前世有关 说起来比较复杂 反正你今世的寿命确实如此 抱天寿问道 有没有解救之法 木道人说 应该有 但是我能力有限 不知道方法 木道人走后 抱天寿突然大哭起来 家里人怎么劝也劝不住 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哭了三天以后 忽然变得通透起来 人都是要死的 早死晚死都逃不过一死 既然改变不了事实 他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活一天算一天吧 恰好北方闹灾荒 逃过来一大批难民 饿死不少人 抱天寿想 何不做一些善事 也好积累阴德 死后到阴间头一回好胎 于是他开仓放凉 设置周棚 救济难民 那些难民有饭吃了 都在背地里 称呼抱天寿为活菩萨现实 一直到三个月以后 难民们才陆陆续续地回去 这三个月里 抱天寿散去了三分之一的家财 转眼到了腊月初时 抱天寿让家人搭起桑棚 给亲朋好友送信 让他们来为他调桑 他和宾客们一起喝酒吃饭 谈笑风生 骇时将近 抱天寿穿戴整齐 和家人以及亲朋好友一一道别 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的 眼看着他躺进棺材里 骇时一到 抱天寿果然死了 家里人赶紧放鞭炮 揍丧乐 办起了丧事 过了一会 抱天寿突然坐起来 大笑着说 死不了 死不了了 原来 他刚被黑白无常 带到阎罗殿 阎王爷说他救济灾民 做了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给他增寿了 至于增寿几年 阎王爷没有说 他也没有问 第二天一大早 木道人急匆匆地赶来了 半个月前 他到临县给人消灾解难去了 本来计划 昨天赶回来 为老友送行的 哪知道半路上罗马 突然生病了 故此住了一晚 一大早换成小毛驴 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得知抱天寿增寿了 木道人赶紧贺喜 抱天寿说 原来做善事可以增寿 木道人说道 也未必 这要看做善事的动机 如果做善事的出发点 是为了增寿 就不会有效果 除非做善事出自本心 不为名不图利 才会得到福报 抱天寿让木道人算一算 他能活到多少岁 木道人算了算 说增寿十年 这以后 抱天寿经常做善事 剑桥修路 周济穷人 过了几年 他又请木道人算命 木道人惊讶地告诉他 又添了几年寿 原来做善事真的可以增寿 抱天寿做善事更加勤了 渐渐地被乡亲们称呼为大善人 木道人每过几年 都会给他算一次命 每一次都惊讶地发现 抱天寿又增寿了 一直到寿命增加到一百二十岁后 不再往上增加了 木道人说 抱天寿与神仙无缘 故此只能活到一百二十岁 到了一百二十岁那一年 抱天寿果然死了